一條人命 兩個部長 你有沒有覺得整件事情是有蹊蹺呢 案發到現在已經進入35天了 洪仲秋之死有真相嗎 洪仲秋一個下市之死 卻有兩個部長下了台 我們來看看一張照片 注意到這張照片裡面 洪仲秋他剩下6天就要退伍了 結果呢 沒辦法退伍 變成一具屍體抬出營區 但是案發到現在 我們新聞龍捲風從7月8號開始 追查這個案件 查到現在你會發現到 國防部這個部啊 可是部越破越大呢 為什麼呢 因為當中有太多的問題存在 當中在五四兩旅 兩六九旅 不管其中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都一一的把它挖出來 把這些老鼠屍給挑出來了 我們的國軍很優秀 但是其中的老鼠屎很可惡 再來看看 高華駐部長他案子沒辦法破 在洪仲秋他的告別式之前 他黯然下了台了 為什麼一個軍人出身的高華駐 他沒有辦法辦這個案子下去呢 而他下了台之後跑到了洪家跟洪爸爸 洪媽媽說這個一定有問題 五四二旅跟兩六九之間的關係 絕對不單純 那為什麼這個軍人出身的國防部長 高華駐他沒有辦法在當國防部長的任內 把這件案子給查清楚呢 再來看看文人部長 這個文人部長楊彦祖 馬英九把這個最認為最優秀的副部長 抬上來當部長 為的就是要軍中的改革 可是這個部長卻短短的在六天的任內 就黯然下台了 而下台的原因為何呢 為了一本書 可是這本書的爆料時間點 老早就爆料 只是個舊文了 為什麼楊彦祖要下台呢 其中一定有問題 因為這個問題就是另外一個黑手 繼續升進了國防部 而這個黑手仍然蒙蔽了我們的總統馬英九 但楊彦祖一下台 你有沒有發現到 整個軍系人馬又全部援鍋回位啊 是啊 立剛 你剛剛開場白講到說 國防部越破越大了 但你忘了一件事 什麼事 這部還是黑的啊 他破再大又怎麼樣 他還是黑的 總統眼睛仍然看不見 他還是可以蒙人啊 好 你講到楊彦祖 我們曉得楊彦祖因為抄襲一些文章 在他的著作裡頭 然後他下台了 對不對 可是其實楊部長本身 他在民間的形象 一直都還是很正面的 是啊 我舉個例子 各位還記不記得當時他去告別室現場 要看這個洪仲秋的大體 他是政府高層中第一個主動表達 跟洪家說 我要看看洪仲秋的遺容的喔 主動喔 還有大家都也很清楚 1985上街頭 第一次他是副部長 他就去接陳情書 第二次他變部長 可是他本來也很想去親自上火線回應 他本來也很想去啊 但聽說礙於軍方施加的壓力 天啊 只好作霸 他是部長耶 沒辦法啊 居然軍方還施加壓力給他 因為我剛才說過部是黑的嘛 好 那我們要跟各位講 這一次呢 表面上看來 洪部長就是為了一本書 書我帶來了 觀眾朋友 決戰時刻 這邊清楚的寫著 來 洪念祖主編 對 好 主編你用了別人的參考資料 其實無妨 但問題是 裡面有一篇文章啊 既然掛了就是洪念祖自己的名字 然後被抓包的內容是什麼 被抓包的內容就是 這邊有一個寫訊息 訊息 對 因為訊息 訊息代表的是什麼呢 因為訊息 台灣喜歡用資訊 訊息是對岸人在用的 原來這篇文章是他抄了 美國一個知名研究兩岸軍事學者 叫做Richard Fish 然後呢 這個文章當時有被對岸翻譯成 簡體文 然後結果呢 這一次呢 他們抄襲直接把簡體文再改成 繁體文 這樣觀眾朋友知道來龍去脈了嗎 就這個原因下台喔 真的嗎 但是這個原因啊 一個部長下台實在是太 太誇張了 你覺得誇張對不對 所以我就整理了六大誇張的疑點 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第一個 我告訴各位 這本書啊 2007年出的 距今六年了 這六年來完全沒有人追 完全沒有人知道 完全沒有人想管 那為什麼經過了六年 都沒有人去注意這本書裡面的這些環節 注腳沒寫清楚 我告訴你啦 在台灣現在這個社會 你代理剛剛亂丟一個垃圾 不要說六年沒人追啦 六分鐘後面 就有人在FB貼你丟垃圾的照片了啦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大家都在注意 台灣就是一個資訊這麼開放的社會 怎麼可能 在2007年六年沒人追 好 1.2 3年前 楊部長當時是擔任國防部的副部長 副部長 結果呢 也沒人追 也沒人追 可是 就這麼巧喔 什麼時候有人追 但是副部長官很大 為什麼還是沒人追 是啊 我說真的 你如果今天要以這個來檢視一個人 該不該擔任政府的官員 你三年前就可以追了吧 是啊 可是就這麼巧喔 他一當上部長喔 一當上部長之後呢 軍審法一過的當天 下午就有人追啦 這時間點太巧了吧 我再跟各位講1.3 當時民進黨的委員呢 管碧琳 副立院國防委員會 上台質詢時 就已經有威威到諸 部長 這個文章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有沒有涉及抄襲等等 對不對 好結果呢 講完畢之後 還是沒人追 那我跟各位 這三個都沒人追 這三個時間點都沒人追 就這麼巧 我現在講了嘛 就這麼巧喔 軍事 軍審法 通過軍審法之後 就有人追啦 等一下 管碧琳那等於是在五天前 就已經爆出來 還是沒人追這個問題啊 所以嘛 就是這麼巧 巧到就會讓觀眾朋友 你想到一件事情 7月1號跟7月3號的會畫面 就是很巧的 不見了 對不對 陳以仁跟什麼 范左線出現在823拿飲料 就是很巧的護士請的 什麼都很巧 所有全台灣最巧的事 都發生在7月跟8月 哦 好巧喔 好 再來更巧的疑點是 好 結果誰追 他追 他是世音大學講師朱鎮奇 我們常常講他 就是牛糞博士 他說 他是要揭發楊葉祖的論文 所以呢 他說當時他知道楊部長當部長了 所以他就主動去買了 決戰時刻來看 結果翻著翻著就發現剛剛那個姓徐用詞 不是台灣慣用的用詞 所以他就知道這件事情 這實在有點說不通 因為他本身 並不是學這方面戰略的啊 好 那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他就投書 投書給某週刊 那我要跟各位講 這不是爆料 因為我跟各位講 這事情其實很多人都知道了 對 他是投書 投書到民意論壇 觀眾朋友 你有聽過一個部長 會為了一個投書 一個民意論壇 就下台了嗎 好巧喔 這真的是台灣史上 第四大巧了 好 再來1.5 我剛剛拿這本 決戰時刻 觀眾朋友這本書 這不是楊念祖的論文喔 如果說今天楊念祖 是因為這個得到了博士 對 那不行吧 如果是學術的專業研究報告 也不行 或者是出這本書是政府出資 也不行 或者是因為出了這本書 結果楊念祖因此升官發財 升官不是發財 升官 那也不行吧 對不對 好 都不是 你看都不是 你是學者你最了解 這就是一本民間的著作 是啊 就是一本民間的著作 他就少得住腳而已啊 當然啊 正在學者的立場認為 你做一個政府官員 你當然就是要全部都很清白 但是問題是 在這個節骨眼 你會覺得這本書 真的就是搞垮楊念祖的最後一根稻草嗎 哪根稻草出來講話了 在這兒 我們應該要問Richard Fisher本人嘛 對不對 因為這原著是Richard Fisher 對 他說 他說 這樣就請辭 真是令人難過 因為這種事情辭 有夠散有夠狂啊 你幹嘛會這種事情辭 他的請辭對台灣一大損失 這是雙重悲劇 那前面兩句話 就看清楚這 他根本不在意楊念祖引用他的文章啊 一顆子彈殺兩個人 台灣的國防部 目前需要楊念祖 這樣的人穩定軍心 對 Fischer 你覺得要靠楊念祖來穩定軍心 但有人不這麼認為啊 有人就覺得文人當部長 我跟各位講 楊部長 你上跟下 你承演馬總統 扮演馬總統 為什麼 因為 馬總統讓你當部長 但是馬總統在告北市那些 他突然對軍方逆襲 你逆襲了人家 那是不是就有一股背後的黑暗勢力 要來突襲總統 人家不是針對你楊部長 人家只是要告訴馬總統 不是你說了算 也不是你能管定 這正能管定的是那塊 國防黑部啊 天啊 國防部這麼恐怖啊 想想看 我們的總統是誰 馬英九耶 那楊念祖是誰任命的 馬英九任命的 第一個 馬英九任內的國防部是文人部長 但這文人部長短短六天時間 下台一鞠躬 為什麼會就這樣子下台一鞠躬呢 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什麼呢 有人扶楊念祖嗎 軍方的人 我不相信他扶 那有人認為馬英九這樣做對嗎 很多人可能認為不對 但整件事情發展 你不覺得很吊詭嗎 注意到這事情的發展 整個軍事法庭 將要轉送到司法法庭來手裡走的時候 這三讀通過之下 立院才在禮拜一快速的通過草案 可是呢 你就發現到 昨天晚上馬上大爆料 楊念祖下台一鞠躬 軍方的內鬥非常嚴重 所以說就從這個案子裡面看到 這是血淋淋的軍方鬥爭版 為什麼你知道嗎 事情是不是一發生的時候 7月4號 當時大家還不是很了解對不對 5號6號到龍捲風爆料之後 國防部叫陸軍開記者會 那陸軍就說我把這個報告 通通跟社會大眾講了 國防部那個時候 你知道記不記得 高華柱不在國內 對不對 他到了中南美洲去了 對 岳陽說 不可 為什麼 為什麼等一下再告訴你 不可以把所有的東西 都講得清清楚楚 你只要先開個記者會 能夠先擋下外界的疑慮就好了 那這個時候楊念祖在部裡面 對不對 他的代理部長的職務 對不對 問了一下嚴明 參謀部長嚴明就說 我沒有經驗 那就由你們部裡面做主吧 好 結果部裡面就是說 你叫這個什麼 陸軍的副司令 吳有明出來開記者會說明 大家還記不記得 當時吳有明出來說明 說的簡直是雞同鴨獎 沒有人聽得懂 最後還鞠躬 還鞠躬 洪作秋到底怎麼死的 都聽不懂 社會嘩然 友華哥當時就說過 不該由這個副總司令出來開記者會的 友華哥那時候是最反對的 他果然也是一個敗筆 因為吳有明沒有辦法交代清楚 對不對 好 社會嘩然 對不對 那時候我們一片反彈 陸軍第二天看不妙不妙 馬上就有第一波懲處名單 誰 旅長 269旅長 沈威智 何江中 巴拉巴拉巴拉的 第一波懲處名單出來了 22個人 22個人的懲處名單 包含軍團政戰主任 簡世偉也被擊過 好多好多 對 我懲處了一堆 讓你看 平息眾怒 你就曉得說 我們陸軍是真的很重視 軍團的司令 成員官也記了 對 可是出來之後 大家仍然不要這個 因為那個時候社會已經有氛圍了 就是要真相 不是要懲處 國防部那時候 高華柱還是沒回來 他說 第一 你講不清楚 第二 你講的不好 第三 你的調查根本不周延 你還是不要開好了 OK 陸軍跟國防部 現在已經在鬥了 你已經看得出來 對不對 好 高華柱 高華柱是7月15號回國 那李翔舟7月16號 要開一個記者會 對不對 高華柱15號 一踏進國門 聽到明天陸軍司令要開記者會 不要不要 晚上馬上 我自己高華柱 國防部長來開 我來講 我請到總督察部 與軍高檢來說明案情 好 我們第一次見到了 曹姐姐出來的就是 跳針跳針曹姐姐 曹金生 對 就是在這天出來的 你知道嗎 李翔舟認為說 國防部搶在前面 他是上級單位 我沒有什麼話好講 對不對 可是第二天李翔舟出來 開了那個記者會 跟高華柱 前一天7月15號 晚上開了記者會 兩個都一樣 都沒有搞清事情的方向 所以這兩個記者會 都宣告失敗 但是你就可以知道 明眼人 軍事關卡是他 就發現了 16號15號 分別開記者會 內討 軍方內討的先生 內討開始了 開始了 對 好 那這事情我們先擺著 不要看了對不對 已經被罵慘了對不對 可是你說你們軍方內部 就不要鬥了吧 結果到了前天 前幾天 金鐘狀送到洪家了 上個禮拜 在禮拜六之前的時候 禮拜五的時候 就送了個金鐘狀 跑到洪家 偷偷摸摸的成全觀 穿著西裝 拿著金鐘狀 偷偷進了洪家 洪爸爸說 乾脆收到資源回收去 對不對 結果馬英九 在8月4號 洪宗邱出病的時候 洪家提到這件事情 他馬英九說 竟然在狀況之外 馬英九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 但是你看那金鐘狀 上面明明寫著 馬英九 跟內討部長 這樣一話的名字 落盤在上面對不對 國防部馬上頒新聞稿 澄清說 我們國防部 不知道這件事情 跟總統也絕無關聯 不是總統受的意 請問國防部跟陸軍 他們的心是 往兩個方向 一左一右走的嗎 但國防部不是上級單位 陸軍不是下級單位 下級單位 該聽上級單位指揮才對呀 記者寫的 內鬥鬥到毫不掩飾 連這種事情 都怎麼講呢 沒有一致的方向 一致的決定 就是一個內鬥 不怕外人知道 家醜不怕外人揚的 最鮮明的例子 好 這種恩怨台面化了 這樣怎麼辦呢 高華柱因此下台嗎 下台嗎 果然下台了 好 讓軍方的說法 讓文人部長 楊念祖得力了 好 OK沒有關係 好啦 高華柱下台了 高家軍還在 不要忘了 楊念祖上去啦 你在這裡面 頂多是一個影子部長而已 為什麼 因為還有一個地下部長要下指導期 誰 這個人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 這個人不能說 就是有一個人在後面 為什麼這個人他是地下部長 為什麼這個人可以下指導期 為什麼整個國防部裡 居然還有一個地下部長存在 現在國軍已經金石案到這個地步了 現在還是讓你一個文人部長來弄嗎 對不對 很多的案子要過 請問你楊念祖能做嗎 你看兩個部長都下台了 唯一這個地下部長 他仍然存活在那裡 而且活得好端端的 地下部長很簡單 就是 好 你出來擋 你出來擋 你擋 我跟你講 現在軍審法要移到民間對不對 軍審法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 你出來做做樣子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記住 你要擋下 不可以讓他刪讀通過 很簡單就是了 你這個文人部長幫我做樣子 結果立法院禮拜一就刪讀火速通過 那時候陳正香不是還出來講嗎 對 軍審法不可以這樣就通過 因為沒有配套對不對 楊念祖是完全投降 就讓立法院給通過啦 你知道 我跟你講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可取 因為所有的軍系的將領 他們都認為說 你身為我們的大家長 卻沒有守住國防部的底線 但是楊念祖他是馬英九總統任命的 居然楊念祖居然也阻擋爆 阻擋不了這個地下部長 在地下操盤啊 沒有錯 觀察家認為說 這 就是軍中百名隊 馬英九的反彈 所以你可以見到 這是國防部嗎 國防部很小欸 一點點而已 可是一個國防部 一個部 纏在八月雪的這25萬民眾 頭上的這塊布 有多大塊 你就知道 黑影床床 軍中的鬥爭 血淋淋到你不敢想像 而且在檯面上擺明鬥給你看 現在嚴明接掌了 他的資歷雖然是很完整的 38年出生的 歷任的 所有什麼 各年班他都做了 司令 參謀司令 總司令 到什麼 參謀總長 現在他要怎麼辦這個案子 坦白講 這 直接關係到 馬英九 到底能不能度過這次危機了 注意喔 嚴明 嚴明現在接的是國防部長了 但是我們注意到整件事情的發展 在案發的時候呢 國防部長高華住在哪裡 在中南美洲 而這個時候的嚴明 做了什麼樣的處置方式呢 嚴明之間跟李翔舟之間 是不是有心結的存在 而嚴明在這 楊念祖 他上台接了國防部長之後 嚴明 他究竟中間動了什麼樣的手腳 國防部跟著軍方之間的關係 真的密切的良好配合嗎 還是說 中間的內訌情形嚴重之下 變成一個白熱化的鬥爭 而造成了 楊念祖 雖然是本書 但書有這麼嚴重到 要他下台嗎 真正下台的原因 就是那背後的黑手 可是嚴明現在卻接掌了 國防部了 使得整個部會來說 又回到了整個軍系的體制了 我必須要講 其實廖文宗先生 跟楊念祖 跟李翔舟 甚至於跟高廣奇 他們三個都認識 你說的廖文宗就是之前幫楊念祖代筆的那位 寫文章的 因為廖文宗先生已經過世了 正如同洪仲秋已經過世了 什麼事情都不要推到他的身上 還有其次 如果楊念祖再不下台 我剛剛講過 還有第二篇還有第三篇 因為一定要把楊念祖弄下台 對 一定要把楊念祖弄下台 我雖然不會說是嚴明把楊念祖弄下台 但是我要告訴我們新任的國防部長 嚴明先生 我會管洪仲秋這個案子 完完全全是你一手促成 因為我想過 本來楊念祖上台 他透過我們共同的好朋友 希望我嘴下留情 不要為難國防部 給他一點時間來處理洪仲秋案 我那個時候 直接了當跟我的朋友講了一句話 我是說 最好他跟高華駐部長共進退 在前天 我也在戶外開獎的時候 我也預言他幹不久 這個人很大坦 他居然敢跟有華哥您這樣說 他要影響媒體 對 他要影響媒體 但是我管定這個案子 跟嚴明百分之百的那有關係 這個看看高華駐7月14號回國 高華駐沒有回國以前 邀請所謂名嘴於電視節目上 發表不實願任 詆毀國軍國防部 對此聲表遺憾與抗議 未來不排除於案件爭辦 告一段落 他說對發表不實言論之 人員提出告訴與正視聽 我告訴你 羅淑蕾委員親口跟我講 好 國防部告的就是我跟彭華幹 還有中天電視台 嚴明我現在我讓你聽清楚 我今天也收到台北地方法院的函 你已經不是君子人員 你是國防部長 那你必須你要辦退役 你是文職的國防部長 我告訴你 嚴明我告你告定了 為什麼我告你告定了 請問我講洪仲秋案 講到今天什麼地方講錯 請你指出來 什麼叫錯 發表不實言論 你毀毀國軍 不要臉 人 洪仲秋這個人是我整死的嗎 是你們軍方整死的 況且 不要忘了 洪仲秋是屬於軍令系統 它並不屬於軍備系統 它也並不屬於軍政系統 是你軍令系統 嚴明你在高華柱回國前 你發表這一篇 你是不是想要激化我 或者想要讓我封口 我告訴你 我不會讓你如願 為什麼我不會讓你如願 道理非常簡單 當你向高華柱報告 第一次報告請問你 你向高華柱怎麼報告 你曾經幹過高華柱的參謀長 你是高華柱一手提拔的 你也知道你享受他個人對你的威脅 第一次報告是怎麼樣 一個學生中暑了 緊閉式的一個中暑了 然後到了最後 好像是緊閉生是熱衰竭 操練中暑 對 好 高華柱沒有回國 高華柱收到的都是這種訊息 誰擋了陸軍總部的報告 調查報告 就是你嚴明擋了 一直擋到禮拜六 那嚴明究竟是知道洪仲秋是被操死了 還是故意要把整件事情轉還 變成讓大家都不知道真相 他是想轉還 況且他要封我的口 但是嚴明我現在跟你講 當你接任部長 你就等接法院的傳票 我一定告你 什麼叫做不實報導 什麼叫做以正視聽 你今天把案子處理成這個樣子 你還好意思幹國防部長 我也要勸告馬英九總統 你是位居三軍最高統帥 一個禮拜三任部長 中華民國前所未有的事情 你居然 你還是請嚴明 那就對不起 嚴明我們就拿洪仲秋案 我要跟你幹到底 還是說馬英九根本屈服於軍方的壓力 非得讓嚴明當國防部長了 他有沒有屈服那我不知道 但是嚴明你要運作軍序立委 對我個人的詆毀那我接受 但是你也不要那麼酸 我必須我要告訴你 這個裡面還有很多事情 我們要好好的談 為什麼 除了今天法院給我這樣子 他是說 如果升任國防部長的話 因為文職人員 那我可以告訴 還有一個 陸軍總部也會反撲 所以嚴明擔任國防部長 我坦白來講 是問題的開始 而絕對不是結束 這個裡面 他分成了四個原則 第一個 我想 軍醫院是哪一個人管 嚴明是不是空軍三部長 空軍 對啊 那送去體檢的813 是空軍醫院 好 那我現在告訴你 我的消息 第一手消息 就來自813 那我是 給你下台階 你們是給臉不要臉 我現在坦白跟你講 我知道何江中 我知道義務士 我也知道什麼 兩個士官長 還有一個醫院裡面的行政士官長 對 就是醫務士嘛 居然曹金生說813沒有這個編制 既然沒有這個編制 那曹金生 你趕快向嚴明報告 沒有這個編制 沒有沒有沒有 他們昨天前天的時候 可是又派了大批人馬 前往813醫院了 對嘛 就是給臉不要臉 這個是你自己弄的下場 聽著我們的新聞龍捲風之後 才知道怎麼走 好 第二個 嚴明你還算是一個軍人 你還有點骨氣 你就告我 我們到法院講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我必須要告訴嚴明 你要臨時陸軍 你不是用這種方式 這是跑折 那第四個 你什麼時候給我們洪仲秋的答案 就是說動機是什麼 何江中到底做了什麼事 我現在坦白跟你講 我現在正在查何江中的串證 其中的我已經查到了 我還有兩次的串證 我會告訴國防部長 他們的串證 是不是你們虛的縱容 看看事情發展到現在 嚴明從這參謀總長升到了國防部長 但嚴明能把這個案子辦下去嗎 其中整個過程當中 參謀總長一定是最了解 而嚴明你是否想要在官官相互之下 把整件事情化為烏有呢 不過要化為烏有錢 你要先把那四個交保的人 先好好想想 叫他們不要在外面到處趴趴走啊 看看 范左縣被這五八四旅管制 結果有管制嗎 晚上十點以後 八月三號晚上十點後 這軍營中熄了燈 范左縣回到了五四二旅 還進到了旅司令部大樓 他跟了誰說話你想也知道嘛 但是呢跟那個人說話完之後 那個人今天可是早上啊 又被這軍事法庭給傳了 到了軍高檢去了 去了之後呢出來啊 居然還用車要撞人啊 何自啪啪照還飆車咧 我們來看這個畫面 神氣喔 那你跟妳講啊 副旅長何江中他去早上去出庭對不對 好啦 結果他要離開 他不想被拍 不想被拍也沒關係嘛 你玻璃這麼黑也拍不到什麼啊 結果你看他突然加速 然後你看那個攝影 你看他腳差一點 差一點點 他腳是不是差點被撐臉過 就差一點點 來看他慢動作 我跟你講你看你再看一次喔 有沒有 何江中坐在後座 然後駕駛兵開著車 然後突然往前方開過去的時候 就在那個轉彎的時候 結果咧 雖然沒有壓到那個攝影的腳 可是把攝影的腳架免歪了啦 我要跟觀眾朋友講一件事情啊 軍人的生命是什麼 槍跟槍架 記者的生命是什麼 攝影機 肩膀上那個攝影機也被撞到了 還有就是 扛攝影機的那個腳架 是啊 我跟你說 如果現在軍人是他的槍跟槍架 你去把他搶過來 你就毀損他 他會怎樣 他會殺了你 他會跟你拼命嘛 對不對 同樣的 但是我們記者不能跟他拼命 因為他是軍人 你現在想起來他是軍人喔 當然啊 軍人 我今天講喔 如果一個軍人 他今天並沒有什麼出庭 沒有這些事 只是單純今天開車在路上 這樣開車撞到人 那也會是大新聞啊 對啊 因為軍愛民 民才會進軍嘛 如果他還是三顆梅花的上校 那更是大新聞啊 三顆梅花那就有點囂張 那何況你現在就已經在風口上了 結果你怎麼在風口上 行為也不收斂一點 所以你剛剛講 你說法官交保讓他出來爬爬照 我覺得何止是 我覺得根本法官想都想不到 把他放出來 他竟然是開車要撞人啊 縱虎歸山嘛 好啦 講到何江中 你看看 你看看那個VCR裡面的這個行為 觀眾朋友 你現在這畫面 你記清楚一點 你再來看看 何江中之前有沒有 二六九旅喬金幣是床位 你喬的 你不關他 我就關你你說的 狂吹狂這個 光紅中秋金幣的公文 六月二七號那天 你讓五四兩旅的旅布連 為了辦這個辦事都快哭了 哭二六九旅說 好好叫狗 對不對 好 這些的行為在對照觀眾朋友 我剛剛一直要請您記住的那些畫面 你突然會覺得豁然開朗了 這就是他的一個風格嘛 對啊 那麼為什麼這次軍檢要提抗告呢 我說真的我非常不想講 軍檢辦案的進度或者是內容 有在參考論遠風 我真的不想講這個 因為媒體的責任是監督 絕對不能干預辦案 但我必須要講的是 就這麼巧啊 觀眾朋友 軍檢他抗告的裁定時候 有兩個內容很重要 第一 真人A出現了 真人A啊 他說8月2號 朱廷變稱 范左縣等三人 於7月7號和7月9號 曾經召開 串貢大會 串貢大會 我剛剛為什麼說 我剛剛為什麼說軍檢的 出來了 你看 我為什麼說軍檢的抗告裁定書 還真的跟我們龍捲風的爆料 一模一樣啊 因為早在一個月前我們就說啦 X就說了 友華就說了 崩花幹也全是了 大家都已經清清楚楚了 但是友華有講到 還有第三次串貢大會喔 對 我跟各位講 你看就是這麼巧 沒錯 全台灣最巧的事都發生在7月跟8月 還有第二個 軍檢抗告裁定書的重大理由就是 范索萱在交保 是不是跑到了五四兩旅 8月3號那一天 什麼號稱說是他的什麼姐夫啊 什麼帶他去對不對 這個軍檢抗告裁定書 是 是今天才出來了吧 你應該 這一兩天出來 你不可能會看過嘛 對不對 你不可能早在一兩個禮拜前 你就知道了嘛 對不對 你是不是比軍檢的抗告裁定書 還先說了這一切 有啊 因為一交保完 X就在 X他就直接說 這範左線沒事都在軍語裡面 啪啪噪啊 對啊 他說了才有這個吧 為他的寢室去拿了東西 後來又跑去 以斯林部大樓啦 我跟公安總朋友講 不是我們龍捲風神 因為真相只有一個 我們掌握了真相 所以現在真相 軍檢你看到也知道了 拜託拜託 這次軍檢你要爭氣一點啊 軍事法院啊 在今天晚上可是開著這雞鴨亭呢 想想看 三個人等 何江中 徐姓鎮 還有范左線 他們在明天早上 能夠在這營區裡面 繼續吃他們的早餐嗎 還是 就乖乖的待在這看守所裡面吃呢 但是啊 五四兩旅裡面啊 其實問題真的是多多呢 為什麼呢 因為洪中秋戳到了一個點 那個點跟這個有關 跟這個有關之後呢 問題可就大啦 但是跟什麼有關呢 軍品料界還有油料有絕對關係啊 聽男生在去當兵的這個途中 不只會經過什麼聯勇啊 漢光野奇這些東西 還有三軍連續 沒有錯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呂竹檢啊 聯竹檢啊 軍團檢啊 高莊檢 沒錯 這高莊檢就是考驗大家手工藝 跟埋東西的一些剃巧的時間 一步戰車一定要把它漆得亮晶晶的 連那軸承上面都還要漆上 那美美的紅點點 其實不只是戰車啦 可能連槍啊 那些東西 都要你要去複製一個很相似的東西 放在那邊給它做檢查 來我們就給大家介紹一個 五四兩旅五支電瓶的故事啊 這是什麼故事 這是我們本身在當兵的時候 在五四兩旅裡面 遇到的一個故事 原來電瓶還有故事可說 沒有錯 就是在去年的時候 大概在軍團檢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待在單位 突然發現說我們整個戰車連 輕點之後 我們這一連的戰車裡面 多了總共相信五個電瓶 什麼 高莊姐前 你們突然發現多了五個電瓶 沒有錯 那不是很好 裝備多一點 擺著沒用啊 很好啊 裝備多了很好啊 大家都覺得 因為這些東西平常申請 你也申請很難 你有多就是很好的一件事 是好事啊 對啊 雖然在軍中有一個規定 你有東西要多了你要往上報 你要報回去 這手續很麻煩啊 所以說最後大家為了要 想用的時候可以用到 然後又不會被上面查到 有多了這個狀態 所以說最後大家都必須要 把這些東西給藏起來 那怎麼藏呢 拜託 電瓶那麼大 尤其戰車電瓶 戰車一個電瓶 好重啊 這麼大一個 跟卡車那個電瓶一樣 那麼大 你怎麼去藏這些電瓶啊 對啦 我就跟大家說 一個我們國家的 那個M60N13 或CM11戰車 它其實一個戰車裡面 會用到六個電瓶 但是有多的時候 你就會遇到情形了 那多了五顆電瓶怎麼辦 長官就會叫你去把它處理掉 怎麼處理咧 就是我們接下來的一個故事啊 我不能放到倉庫去啊 不行 喔 不行放倉庫喔 放倉庫問題會很大 因為高中檢的時候 軍團啊 或者是總部來檢查 萬一發現這倉庫裡有五顆電瓶 就事情大條囉 要是發現這五顆 天都黑一邊啦 真的啊 這麼嚴重啊 這麼恐怖 所以我們就來講一個故事啊 那時候在五四兩旅的時候 就是因為有學長 多了這五顆電瓶 那怎麼辦 連長就說 你趕快去把這五顆解決掉啊 怎麼解決呢 那個學長就 把這電瓶啊 拿去哪邊 拿去戰車掩體旁邊 戰車掩體就是在山上嘛 然後裡面是山洞 所以說 你要買你就爬到掩體的上面 那個隧道的上面 你去想辦法挖土 把這些埋起來 啊 你是說在那個戰車掩體上面 山壁旁邊 挖了個洞把電瓶藏進去 大家不要小看挖土這件事 挖土這件事非常的耗體力啊 而且軍中的土工器具 設備不是很好 而且電瓶有那麼大坑 挖一挖你不只洞要挖的大 你土工繼續挖一挖壞掉 挖到斷掉 結果自己還有可能受傷 結果這學長挖了四個之後 他真的受不了 他太累了 他想說我真的挖不下去 而且電瓶又重 從停車場搬到沿體那邊 又好遠 而且要搬到沿體上更困難了 就搬到上面 他就累了 他真的受不了了 最後他先埋了四顆 最後一顆他真的沒有力氣了 他把它藏在哪 他把它藏到二級場裡面 二級場的水溝下面 二級場都可以藏東西 海水溝最後 他為了怕軍團前 會有主觀走過去會發現 最後他就拿布把它蓋著 帆布在那邊蓋著 我想現在過了一兩年 那個東西可能還在那邊 也就是說二級場的水溝裡面 還有一顆電瓶 所以說有些學弟 你如果找不到東西 找不到電瓶 趕快去那邊挖挖看 還有戰車沿體上面的土方 挖開來裡面 還有四顆電瓶對不對 不只是電瓶很多東西都有 還有一個故事就是 大家知道高壯檢的時間 可能有一些化學裝備很重要 化學裝備很重要會怎麼樣 大家會各個連集中管理 還會派人在那邊站哨 但是這時候發生一件事 什麼事情 聽說今天好 我一連好了 我一連這邊 我少了三個防毒面具 怎麼辦呢 怎麼辦 連長會跟你說 你趕快趁晚上的時候 去偷拿別的連的 就像戰車一樣 戰車有它的通風機 或者是這些電瓶這些 戰車 而且我們那邊的戰車很誇張 那邊戰車沒有鎖的 你不是跟隔壁連去借 借防毒面具 你去跑去隔壁連去偷防毒面具 借了要還啊 拿走不用還 還有這種事情 所以說大家半夜的時候 就捏手捏腳 走去人家放裝備的地方 趕快拿了趕快跑 然後連戰車零件也偷 戰車零件也會偷 因為戰車常常這些電瓶 會被放在戰車裡面 這上面有個上蓋 上蓋因為不能鎖 它最後只要拿鐵鍊 把它繞著 看起來好像有鎖 但實際上你一拉就打開了 你就爬進去把電瓶拿 趕快跑啊 裡面就是像這個情形 原來晚上的五四兩旅 到了半夜這麼熱鬧 一堆阿B哥偷偷摸摸在學著 怎麼當小偷啊 沒有錯 這對軍中很多人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回憶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 那這樣子聽起來整個五四兩旅的軍品管制 有嚴重的問題啦 這軍品管制有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才會導致最後發生那麼多的事情 我們再來看這個糾正文 這糾正文是什麼 是國軍各式電池電瓶類 其中最重要是什麼 陸軍通用電瓶戰備存量 需求3910個 價值1900萬元 但是呢 欠撥量有9139個 等一下等一下那這樣子怎麼打仗 需求量有3900多 結果欠撥量有9000多 哇 欠撥量9000多就算了 後面價值4259萬餘元的東西 已經欠撥了三四年囉 三年至四年 現在存量只有多少 大家可能以為存量還有幾百個 不是 什麼 多少個 五個啊 什麼 存量剩五個 電瓶只剩五個 怎麼打仗 但電瓶還有壽命的 沒有錯啊 電瓶還有壽命 要是突然發生戰備緊急情形要出去 我們這些車全部都不能動啊 對耶 這是大問題耶 我還告訴大家 戰車需要有多少電池 我們剛才說到 M60A3需要六個電瓶才能發動 然後 CM21 裝甲運兵車 需要四個變瓶才能發動 焊碼車要兩個 那要說我們剩下五個 就那五個囉 我們要打仗的時候怎麼辦 我只能發動兩台焊碼車 我還不能開M60A3 你連要運兵 你都還不知道可不可以運 那我只剩下一部 這個裝甲運兵車可以動 沒有關係 那我們國軍很聰明 你知道怎麼做嗎 怎麼做 我電瓶不夠的時候 譬如說 我M60A3先開出去了 我有六個電瓶 我開到的定點 我趕快拆幾個 給別的車用 我在另外一台車上 一起開過去 反正我有開到 好像我有去 到了現場 有打仗準備了嘛 但是其實A拆到B B再拆到C 不夠還是不夠啊 這樣子玩法的啊 對 還有更誇張的一件事喔 大家知道這些電瓶 平常有一個問題 我們電瓶 M60A3這些電瓶 它其實是美式的 所以要跟美國採購 你才能拿到這些電瓶 但是我們採購有很大的問題啊 常常會買不到 料金也購不下來 最後怎麼辦呢 怎麼辦 我們就要去找 俗稱的六級廠 六級廠是什麼 怎麼會有六級廠這種東西 民間幫忙做一些 台灣製造 一些美規的裝備 一些廠商 那個叫六級廠 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戰車旅應該用的 很多都是台灣自己做的啊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 我們料金等不下來嘛 你只能去買民間的嘛 買民間怎麼辦 你少一個 你就用小額採購方式啊 不要超過十萬元 不要超過十萬元 不用大額採購 也不會被監督 不會被發現 最後你就買 買回來爆 買回來這台製的電瓶 再拿去換美製的電瓶 美製的電瓶再把它流出去 這不就是一個 原來是這樣子的玩法喔 偷天換日 偷天換日轉手之下 我又賺到錢耶 我再給大家算一下 我們一個裝甲旅 大概啦 以五十兩旅來說 一個連齁 一個連 大概有十二輛車 一個銀 大概有三個連 這樣算一算的話 一個銀的話 大概就有 一個旅啦 我們先算一個旅 至少有七八十輛這些戰車 再加上漢馬車這些至少 應該也是有個五百多輛 如果我們算它最少 一次要用到兩千多個電瓶的話 那這樣是多少 我們初估這些電瓶 一個是四千塊錢的話 那你這些算下來 好幾百萬的錢啊 對啊 光電瓶而已 光是在電瓶 還不含其他的料件耶 光是換電瓶好了 就要花到這麼好幾百萬 甚至上千萬的價錢 還不含其他更昂貴的料件喔 那這是不是就是一個最大的錢坑呢 有了這個錢坑 這些軍人難怪都那麼有錢啊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就是要提這個案子啊 君高姐 你難道只敢辦這些小案子 這可能是你們最後一次辦案耶 你們要即將要走入歷史耶 你們趕快趕快去徹查這些 軍品流出的不肖軍官的案件 看看啊 案情發展到現在 原來洪仲秋戳到的真的是一個大洞 因為這個大洞就在五四兩旅裡面 而這個五四兩旅裡面呢 軍品料件的管制出了嚴重問題 剛剛X先生就將這電瓶 這個電瓶而已喔 每一部車裡都要用的電瓶給點出來了 但是洪仲秋的本子裡面 還寄了一個東西 油 油也是個大問題 休息一下 來告訴你